主席 各位同仁 秘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好朋友大家早 我請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記委員早安 秘書長請教你幾個問題 是 這個我們司法院院長是律師出身 法務部長也是律師出身 沒有講說院長或部長不能出自非法官系統的人員 可是顯然過去好像沒有院長跟法務部 這麼重要司法行政首長 同時由律師來擔任 那最近發現到你們院長 當然有一些人家外面小小的質疑 那個包括官說什麼事情的 你們自己 有嗎 我還沒有聽說過我們院長被質疑官說了 沒有是不是 沒有啊 沒有 沒有 這我第一次聽到的 報債 報債 連報紙好像有這樣一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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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這個院長由律師來擔任你覺得適合嗎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見仁見智啦 因為 司法院院長究竟應該要去 要 是 法官這個系統產生 實務的 實務的呢 或是來自 省檢便學嗎 都有可能嗎 那這個是見仁見智啊 就看這個 個人啊 依個人而言 秘書長你擔任過法官和檢驗官 我兩個都擔任過 對啊 那你在檢驗官跟法官這樣 算起來的資歷應該幾十年有吧 有 對啊 所以對 司法院審 這個審判業務你們是知之盛年 我非常了解 我說實在我真的 因為 我是這個會才到司法委員會來 那我真的 因為我 我同時覺得啦 院長跟法務部長都是律師出身 我坦白跟你講 我很不願意到司法委員會來質詢他們 我是覺得 他們基本上不是那麼內行啦 就整個司法行政來講不是那麼內行 那你來站在這邊問一些不是很內行的 不是很奇怪嗎 雖然剛剛我可能有口誤 因為我聽 有人在講說有這樣相關的問題 所以我才問你說 有律師來擔任院長 擔任部長 那這不是你的職責所在 你所謂的見仁見識我不曉得 有什麼見仁呢 就是說用律師來擔任院長有什麼好處 你說給我聽聽看 律師他也是 也是專業的法律人 不是啦 你說所謂見仁見識 意思是各有利弊嘛 利的就不講嘛 你說利的給我聽聽看嘛 他更 他也了解司法這個弊端在哪裡啊 他可以來進行改革 換句話說你們的法官都不了解司法弊端 沒有 我是說從一個局外人的立場 他可以來看這個司法 換句話說你也不能 就是說你覺得 哎呦律師可能幹院長 會比我們的法官來幹更好喔 這個就是見仁見智啊 不見得啊 那你說 你再講一遍 你認為說 由律師來當院長的好處 很明顯的好處在哪裡 當然他最可以用第三人 他不是司法體系的這個 這個體系產生的 他站在一個更 更 局外人的立場 那局外人 好啦 來看待這個司法 我也沒有律師這個 我沒有法官資格 你看我可不可以幹司法院院長啊 那這個因為他不是專業的法律人啊 我如果來當司法院院長 你會不會被你罵 會不會被你笑說 連律師 連法官律師沒考上 還在幹一個司法院院長 你看像話嗎 所以為什麼 過去有立法委員 擔任大法官現在把它刪除掉 就是一個很離譜的一個立法嘛 現在假設說這個法還沒有 還沒有刪除 叫我出來當大法官 我都不敢來 會被人在笑 你不覺得嗎 因為司法現在司法院院長 必須就是大法官的 他具備大法官的一個身份 然後兼任司法院的院長 所以大前提就是說 他有具備大法官的這個資格 那大法官的資格裡面 你不可能跟法律沒有關聯性的 因為我們看大法官的這個資格裡面 或許擔任法官檢察官啊 律師啊 你知道我知道啦 我不是在研究法學 我是要看你的看法而已嘛 過去軍法官檢核 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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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擔任律師啊 那這樣按照這樣 邏輯推理 搞不好幹過軍法官 那軍法官過去 有段時間太好考 太好考啊 考上軍法官 我當時擔任軍法議官 還有人鼓勵說 考一下很簡單啊 那這樣的話 通過律師考試檢定以後 然後也來派來當司法院院長 你不覺得這樣 這一條路很奇怪嗎 所以這個就是看個人的他的閱歷嗎 所以對啦 你今天當秘書長不方便講嘛 也幹了這麼久的司法院院長啦 我今天不是說他的任期快到了 我再提出質疑 那一點意思都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整個法律 或是整個制度是亂掉的啦 我要講說我們整個制度是亂掉的啦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現在 我們很多審判 很多的法官 或是我們的司法的改革都會 步調會這麼慢 原因在此嘛 我請教你一個看法齁 這個 抗告 假設檢察官針對某個案子抗告 抗告之後告願發為重裁 重新裁定 裁定還是原法官嘛 就像頂薪案嘛對不對 目前是這樣 那重新 那如果說裁定不符又抗告 回來又原來的法官 那就像以前基隆黃景太議長 也是同一個法官在裁定嘛 那基隆那個案子是因為 檢察官第三次想說 不要浪費司法訴訟就放棄 才能夠平息的這樣的一個 怎麼講一個正義呢 假設檢察官一直上訴呢 一直提抗告呢 那法官也堅持不讓 那兩個在這邊弄個十次 你看有沒有可能啊 假設兩方都不推讓 那司法院有沒有真的像這種類似情形 來做一個檢討說 我們有沒有改變一個方法 我跟你講喔 在原法官重新再來做一個更委裁定 有他的考量沒錯 有沒有考慮說有他的流弊存在啊 假設這個法官他頭腦是轉不過來 我就跟你槓到底那怎麼辦呢 秘書長 這個這個就是啊 委員指教的這個就是在積壓的裁定 升壓 積壓的時候才有這種 又回到原來的那一個 對我講就是這個啊 就是只有積壓這個情形 那就很嚴重啦 那這個情形 最高法院也曾經指出啊 為了維護公平法院的這個原則 最好是發回去更裁的時候 是由另外一個人來裁定是比較理想的 為什麼都沒有改呢 那因為實務上的運作 可能會有 運作上面會有困難 這會不會變成一個司法人的驕傲 就像 就像有人台大畢業以後去到行政系統 一直講說我是台大人 那種台大驕傲呢 這個也是一種司法人的驕傲啊 有問題包括三神的很多的女兒子 對啊 那為什麼不想說這應該有辦法 或我們應該用心來檢討怎麼改呢 民主長你的看法 我們還要考慮就實務的運作 因為跟積壓因為牽涉到人犯嘛 那一定是有一個案在那裡 今天我們時間有限 其實我不願就個案 或是就那些細節跟你討論 我只是要點出一個大方向 司法人員考上以後終身保障 是國家非常重要的名氣跟公氣啦 就是因為終身保障 就應該對這個社會國家來付出更多的奉獻 跟精力啦 就是說不能 因為我今天站在這個位置 反正血拿我沒辦法 我只要自己不出錯 血都拿我沒辦法 這個思維一定要改變 那我也要你們做一個法律人 因為我自己考不上法官說 我非常特別尊重你們啦 那也要你們自己自重 自重就是說 欸 該對的事情就該講 不對就不講 所以我很希望從你的口中聽說 我覺得由律師來擔任法務部長 或是司法院長 其實 由某種程度來講 也是不是很妥當 你如果敢這樣講的話 就覺得你這個秘書長實在是 欸 有夠個性的秘書長 你知道我意思吧 我是覺得很不妥的啦 那你不能因為長官你就不敢講啊 你知道嗎 因為我從他剛開始進來 我也投 同意權我也同意啊 我投同意啊 可是我看不出他幾年來的司法改革 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覺得有點 有點 失望啊 秘書長你知道嗎 你回去跟他講啊 沒關係啊 委員可能喔 因為沒有在司法法委員會 沒有 我幹嘛要到司法委員那來看啊 我看報紙就知道了 不是 那報紙上 那個報導總是比較 因為這個新聞非常的多 有關於司法的新聞是比較少的 最後一個 那個高總建立因為三證條款 這個你們知道嘛 所以那些人覺得假釋無妄 反正要關好幾十年 乾脆啊 就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就反正就暴動 這司法院有沒有針對這方面來做一個檢討 那個假釋相關的規定是在刑法 刑法司法務部主管的法規 我知道啊 沒錯啊但應該也就你們司法的這個部門 給他們一點建議嘛 我覺得因為你們要主管判決啊 我知道啊這假釋跟你們無關啊 但是有沒有這 我覺得你們 因為這也可以作為整個在判刑上 判刑上的一個參考啊 不是完全沒有關係耶 我們是有代表 參與這個法務部的刑法的一個研修 應該給他們一點建議嘛 最後啦 那我看時間到了 那個 趙偉再一分鐘就好 那個大法官的 有一個被推薦的 剛剛柯建民有問過林輝煌 那昨天我有一個場合 剛好碰到呂副總統 前副總統 呂秀蓮副總統 他的立場也是非常有意見啦 他說他們過去就是 所謂美麗島的好像 好像可能是受刑人或是受到委屈的人啦 他說他過去可以不追究 可是他顯然認為 呃 林輝煌先生 法官有這樣一個紀錄 參與過軍法審判 他其實在某種程度來講 他覺得是應該檢討 而且不是很適合 因為 如果總統提出來是立法院的同意 跟你們無關 我只是想就你們司法人員 或是司法院的態度跟立場 來看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 不一樣的看法 那這個是法務部的推薦權 對 跟司法院是沒有關聯性 那可受公平的事項 對啊 所以可受公平啊 照他講 李秀蓮他也不應該有意見啦 對不對 他也沒有權利 那問題他說 他認為他是當事人 他應該講一講他的感受 雖然 雖然你不是 不管提也不是你提 可是做一個司法人你們看法 好跟不好 就好像司法院院長一樣啊 見仁見智 那你的人智的看法在哪裡 我是沒有立場在這邊做 就這件事情來表態 謝謝